车子满街跑进入油电车时代要加速贷款 政府也寄出太旧换新的政策 买新车有补助 民众举双手赞成 真的有政策补助下来的话 其实都不无小补 因为想说这样的社会真的也蛮难赚钱的 汽机车太旧换新减征货物税的政策 在2015年12月通过为期5年 有立委提案收法再延长 像是叶宜金提出延长到2024年 汽车加码10万元 汽车1万2千元 何欣纯则是提案延长到2026年 补助不变 就是希望让效果更显著 你补助可以延个5年 那你其实在这5年中间 就是持续可能你的车子年限到的 它都可以比较没有后顾之忧 就是可以赶快把这些 就是已经该淘汰的车子都淘汰掉 那其实这个对空气其实相信 我觉得应该也是有帮助 政府寄出补助政策购买新汽机车 两年减少36.5万吨碳排放 增加516.98亿元税收 因为政策购车的人超过29.6% 工业局预估每年淘汰10年以上的 旧车高达10.5万台 增进空气品质 立委期盼延长政策 民众行动支持 更带动国内相关产业创造多人局面 三迷新闻的文件复银银银银以后的